国道上停车 前车男子拿铁棍 下车理论 破口大骂还标三字经国骂 继承车驾驶连声道歉 但拦车哥继续标 国道上铁棍呛响又够嚣张 离开时还回头哼瞪一眼 让小黄乘客看傻眼 事件发生在国道一号 桃园机场往台北路段 一号下午两点半 双方因为行车纠纷 男子居然在国道上拦下小黄 拿铁棍驻镇 画面po网还引出当事人 留言说我承认拦车我的错 但我在旁边 计程车直接超车为了闪躲 差一点就撞上护栏 我的命不是命 难道计程车比较厉害 还说要公布影像 无论什么原因 在国道做这样的行为 因为非常危险 因为是在快车道上 大部分的车辆都有行车记录器 我想我们很完整的保留了 当时的经过情形 很快的到就近的警察单位来报案 如果真遇上国道蓝车 警方建议提靠路间才能保障安全 但国道上无故停车 最高可以开罚24000 还有吊扣牌照三个月 警方已经联络当事人 无视用路人安全 要让气昏头的蓝车哥吃罚单 冷静冷静 记得去列宾网组台北采访报道 再见